介绍一下色调的副本就是白链 白链有熏银普通困难链鱼四个模式 前两个是每天要打的 后两个是一周打一次 你看个人 个人这个就是不组队 一个人就可以通关 带着自己的瑕士去打就好了 它就是我们一般升级到达一个阶段之后 第一步获取装备的途径 第二个普通 普通这边就是随着剧情开放的副本 可以获得相应等级的武器 通关之后我们就可以一个人进行挑战 想要打这个副本 也是要通过剧情来获得挑战的道具 下面是日刻白链 日刻白链就是日常本 每天去打 刃鱼次数三次 可以看到 它是可以累积的 其实你一天打一次就够 然后是周本 周本这边的奖励就比较丰厚了 金色的感悟 还有珍惜奖励 九曲柱 回头可以做秘装 也就是金色武器 可以说这个是必打的 一次都不能错过 最后一个链鱼 链鱼的话 也是用来获得九曲柱和橙色感悟的主要途径 这链鱼主要是打boss 同时会有一个挑战排行步 可以像打得快的人 学习他们的输出功法脸招搭配 还是比较方便的 以上就是射调的副本介绍